好,還了晨了,我還想去街市看看有什麼變化 肚仔街市,我剛才搭車經過,全部都是新的建築物,你當時街市已經有幾層樓高 又拆了?我明明上網看過,那幾條大柱還在,還加了一條石籠 現在應該叫什麼家務虛才是 哦,原來你說家務虛,即是官雅街的巴士站 這個家務虛是肚仔最古老的街市 以前啊,經常都說趁虛趁虛,就是去這些虛亭做買賣 對了,這個家務虛啊,聽你啊,Uncle說呢,在回歸前是政府局務處的收車場來的 是放雜物的,啊,又怎會猜到現在會有這麼多遊客去家務虛趁虛啊,真是想不到啊 爺爺,你不用說了,我在家務虛的公廁前面見到一個很大的說明牌,有圖有字的 是呀,家務虛的歷史都說得好清楚,是建於1886年,right? 嘿,竹星,你不是說不識看中文字的嗎? 是啊,不過石刻上面有英文,你放心啦 啊,你呀,半堂不翻,你氣呀 知道了,知道了,爺爺,我不說了,我現在在看說明牌,你都說了好久了,let's take a break 我每次叫你學好中文啊,你都擦開話題的 唉,好了,爺爺累了,乖算你都辛苦了,今天就到此為止啦 下次,我再做你的導航,帶你認識添仔其他地方的歷史啦 今天你們跟著了我們兩爺孫,去了添仔旧城區都很多地方了 哈,是時候要獎勵一下你們了 現在呢,拿著這一份填好了的工作址 去回我們介紹過的衙門,即是路探歷史館那裡交給工作人員 就可以換領到一份神秘的禮物的啦 明天 os�,我們 tryintaking一下 我們需要的錢看 先戴不 reconstruction 我們下次見